香港機場載到有返修例集會 超過100班航班升降取消 警方釋放胡椒噴霧 有警員一度舉唱 根據一行的調查數據顯示 非資產司機需要繳交的汽車保險費用 是全國最高 原因是市場壟斷缺乏競爭力 各位歡迎收看8月13日的新聞報道 香港機場載到有返修例集會 超過100個航班升降取消 機場情況到晚上變得混亂 有小央人士制服他們懷疑是公安的人 同一名內地記者 警方釋放胡椒噴霧 並一度有警員舉唱 香港載有大批反修例示威者 在機場集結 雖然人數沒有昨天那麼多 但是接機大堂和離境大堂 都有示威者坐在地上 有人就遊行 機管局下宣布 所有航班登記服務已經暫停 請旅客盡快離開機場客運大樓 全日有超過100班航班取消 有旅客因為受阻表達不滿 示威者向他叫口號 旅客也叫口號 到晚上情況變得混亂 有示威者將他們懷疑是內地公安 混入的人制服 也懷疑另一人是假記者 盤問那個人身份時 他沒有承認自己是記者 後來他被綁於一架行李車上 個人物品被展示 除了有證件等 也有一件寫著我愛警察的T-shirt 內地環球時報及後證實 他是該部記者傅國豪 報導指兩個人都有被打 另外在1號客運大樓汽車 落客串門口也發生混亂 期間有警員私放胡椒噴霧 一名警員亮出一支左輪手槍 亂局到午夜12時半左右才大致平息 香港政府發聲明說 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而南華早報報導 機管局 我知我 在وج不靈